這款商品可以在台灣或中國大陸 甚至國外的一些專門賣資訊商的平台 我發現現在有很多這種世衛的課程或網路上的一些教學影片 完全正確 玩YouTube 這些其實都是資訊商品 對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去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創業 最好的方式已經不會是用賣實體商品 因為實體商品第一 剛才講的 你現在需要成本的 因為你要隨便都批個貨 你可能都要幾萬甚至幾十萬以上 然後你還需要什麼 你還有很大的競爭 還有倉儲 還有管理 還有人員支出 封掉了 你還要運費 你還要人員支出等等 費用很高 隨便都是數十萬 數百萬請挑 那你今天做資金產品 你一個人一台電腦 你把你的指示寫下來其實就可以了 那這時可能就會有人問說 欸 林文老師 有點不是 我什麼都不懂 我有辦法去做資訊產品 其實答案是有啊 因為每個人他的成長背景 跟他懂的東西 他的興趣其實都不一樣 是 是 你自己覺得這個東西可能 不會是一個別人想學的東西 但是搞不好很多人想學 例如你今天 很會溜冰 可以囉 你可不可以用寫本店的書 教人家溜冰 對 怎麼樣把冰溜得更好一點 對 你看現在外面也有一些溜冰教練 一對一去教學 他的課程可能都非常多 是 是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會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去教練 甚至你今天你說啊我是女生 我有每場的專長 但是我的興趣是插花 很會插花 插花外面有沒有開課在講 有 收費貴不貴 那你今天有沒有辦法把你插花的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 錄製成Video的數位課程影片 是 然後寫成電子書 然後變成一個 可以幫助別人學會插花的這個方案 是 我相信應該是可以 這樣子的產品 你把它包裝起來 就會有客戶想跟你們 對 天生我才必有用 沒錯 你想在網路上 賺到錢 這個俗氣話來講 你總要有一項專長啊 不然我會煮飯 也可以吧 沒錯 我會煮菜也可以吧 你會怎麼做蛋糕 我會變魔術啊 你只要有一項專長 你不要什麼事都不懂 什麼事都不懂就 甚至現在 即使你什麼事都不懂 但是現在是網路時代 你有Google 你有Google大神 你隨便上網 欸你不懂 你可以去Google搜尋 某些關鍵字 然後搜尋出來可能很多網頁 你把前面的二十頁看一遍 然後把它融會貫通成一個東西 去教別人 就你每個網頁搜出來的東西 可能都是片面的一些 比較雜訊的一些東西 你要把雜訊過濾掉 然後把核心的方法 欸你透過自己看完之後 把它整理 會的 變成一套完整的流程 完整的方法 你也可以透過你搜尋出來這個東西 去教別人 因為別人不知道 別人查網頁查出來都是一堆有雜訊 的一些訊息 或者是 沒有辦法談到核心方案 這個談 一小塊 那個網頁談一小塊 這個網頁談一小塊 它沒有透過會整 所以 你如果有辦法把這些資料 全部融會貫通 會整變成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就是有價值 就像我們以前寫論文一樣 沒錯 論文可能 人家就是說 你抄一個人叫抄襲 抄一百個人就叫住主 超一百個人就叫住主 超一千個人可能就是經典民主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 如果你今天什麼東西都不懂 也沒有什麼技能的話 你一樣是有辦法去做出資訊產品 去開始你的創業之路 就是你要透過網路 去找一些相關的一些內容 然後把融會貫通 整理成一套 讓別人可以很完整很輕鬆的學會的東西 是 在這個資訊的時代裡面 當然你有錢絕對是花石又加分嘛 但是沒有沒關係 每個人都有出頭的機會 特別是在網路這個事業裡面 它有那種低成本創業的方法 那回到剛剛我們跟各位所講 第一個什麼 你要找出來 現在這世界上有哪些問題 是還沒有被解決的 市場的缺口 所以自己要去看得到 那不要看到 當然要經常去接觸市場 要經常去看很多資料才行嗎 你可以找出那個沒有被滿足的地方 專注去研究那問題 沒錯 研究那問題 所以我發現那些很常用人士 看起來它虛擺不力度很高 特色就是它已經發現了問題 然後去找solution的方法 找到solution的方法 所以第一個找出那個縫隙在裡面 第二個 剛剛林偉跟各位說的 你不要去找出那解決的那個方法 把它變成了 在網路世界裡面 是不要花成本 但它可以交錯很成功的 比如說它是電子書 或做成APP 或做成這個video 接收的東西 對 所以 我跟林偉常在學的時候 我發現我常常要改變我的觀念 我過去以為我靠實體的部分 就可以賣得很好 不過世界真的一再變 所以我告訴你 我現在能夠賣得很好的部分 不是我行銷能力 我個人有多強 我真的很謙虛跟你講 不是我多強 而是我比別的功能 功能 功能是說 我會在網路世界裡面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產品 而且讓它賣這產品 對它的好處 沒錯 所以我現在覺得自己還不錯 既然這七八年以來 我透過網路世界 臉書的經營 讓我人生做了好大的改變 讓我越來越輕 我在網路世界 這已經逼到眼前的年代裡面 你跟文書上 沒錯 那我最後要講的我總結 第一個 你不要有那個本事 找出自己的強項 第二找出 第二像你的專業的技能這樣 Focus去發的話就是 沒錯 其實它不是很難 很難的是 你有沒有在練 不斷在練 那我每天其實做的工作 我每天其實都在練 每天都在練 剛剛林華說 我的時間很珍貴 要約我真的很難 我剛剛說 真的有點難 我說 我不能跟你說 我抱歉 真的就是要做安排 在網路世界裡面 時間就會進錢 你再好好的去 應用它 讓每一分每秒都變成超票 我跟林委負責的工作 是什麼 就把這麼多的專業知識 或是知識 世界裡面所有的東西 把它演變成所有產品 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的電子書 啊 很多的我們的節目 或者很多的客種 我們會 免費的 付費的 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價值的資訊 教你 該怎麼在網路上面創業開發客戶 該怎麼樣的績效倍增 該怎麼在實體去開發你的一些客戶 甚至是在實體去做摩承開發 甚至在實體去成交客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內容 我相信我跟博士也是要分享這些內容 去幫助你的事業更成功 這個是一個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的 置業 對 那我為什麼要錄下來這一段呢 因為我跟林委員講 我們說去的話 就潑出去的水 說不白的 沒錯 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跟林委員要證明給你看 我們所說的跟我們所做的 都是對的 而且告訴我們 我們會成功的 林委員說對不對 沒錯 相信我們幫助越多的人 也是在幫助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透過分享 讓越多人 學會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幫助不管是台灣 或者是華人地區的一些朋友賺到錢 那也是針對 幫助整個社會的經濟 以及正向的力量 像博士以前的書 正能量其實非常重要 我覺得我們也透過這個分享 讓更多人學會 而且透過分享 也讓我們獲得更多 因為我們的學員 看到影片的朋友 會給我們一些好的 feedback 一些回饋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相信 台灣的經濟都越來越好 大家都越來越好 世界和平 對世界和平 紛爭跟鬥爭有越少 沒錯 這是最重要 另外我們做到真的 我們這是許下的承諾 我們要把我們最好的善知識 跟所有的朋友一起來分享 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 今天我們這一段 就簡單跟你報導 這邊 未來還有很多低成本的創業方法 我跟林委會 不願其楊會 你也告訴各位 今天的節目 我就在這 要跟大家說再見 對 我跟博士要就趕下一個行程 所以時間 你也要趕快開始 不要浪費時間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目前沒有時間開始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等待都有時間 你一直等待 你永遠不可能會有時間開始 所以立即行動是最重要的 從二十歲等他說三十歲開始 三十歲說四十歲開始 四十歲發現已經二十歲 就完蛋了 對啊 好 祝福各位我們在未來工作裡面 會更好更棒 讓我們在事業成功高峰一起見面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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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未來看 我們在未來的acing 指數字幕 致感 meisten 發展